- 据近日消息称,已具爱国者导弹成功拦截了一架,从叙利亚飞把越境,进入以色列的无人侦察机,在防空系统雷达扫描到异常后,即时发现威胁,并对其进行了持续追踪。 随后以军发射了一枚爱国者导弹,击落了这架无人机,此后,以色列国防军,还对俄旭三处军事阵地实施了攻击,以回应俄旭无人机入侵行为的回应,以色列称近期,俄旭方面针对以色列的行动,有明显增加的趋势。 此前,在6月24日,以色列曾向意识边境叙利亚一侧的无人机,发射了一枚爱国者防空导弹,但是并没有击中。 这令以色列军方上层大为光火,虽然有媒体质疑以以美达发成本300多万美元的MIM-104导弹,去拦截成本的几万美元的无人机,有点像大炮打蚊子。 但拦截失败,也说明其防空系统存在一定的弱点,随后以色列军方改进了雷达监视水域边境的方式,并由其重点盯防戈兰高地。 据悉,这架恶许无人侦察机,是沿着水域边境跌空飞行,在接近戈兰高地时,突然进入以色列领空道。 以军雷达迅速捕捉到了这一信号,火断开启,爱国者导弹的火控雷达系统锁定了目标,随后火断发射的导弹将其击落。 目前还没有许利亚方面对这一事件的最新回应,但据俄罗斯方面的人称,以色列在未经沟通情况下,击落俄方无人机的行为无法容忍,而住许利亚的军事力量将让以军雪寨雪长。 也有消息,指出,这架俄帮无人机,只是隶属于俄住宿的雇佣兵组织,并不是俄之方所有。 目前内塔尼亚湖正在俄进行访问,这也是他继5月10日参加俄红场阅兵后,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的第二次访俄。 在巴沙尔政府军基本肃清了南部叛军收复地盘之后,目前的许利亚军方矛头开始指下了北方以及是一边境的武装组织,这会导致俄罗斯和以色列以及美军之间进一步的直接冲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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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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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